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思维咖啡 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各种生活技巧和读书笔记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有趣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过去一年改变了我很多的几个人生观念 这些观念有些是来自于我看过的书 也有一些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感悟 相信也能够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帮助的 那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吧 第一个人生观念 保持学习的日中 永远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搞懂了所有的事情 这是我最近重读的一本书叫做 《穷查理宝典》里面所强调的一个生活概念 简单介绍一下查理芒格这个人 他是股神巴菲特的生意大党 也是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副主席 巴菲特给予查理芒格的评价非常高 他说如果他的投资生涯中没有得到芒格帮助的话 他的财富绝对不会达到今天的高度的 查理芒格今年已经97岁了 比巴菲特年长7岁 但说话还是非常有条理 也非常有智慧 大家可以在YouTube找到他们两位老先生在股东大会上的演说影片 全程不用准备任何的讲稿 对任何问题也都能够对答如流 真的非常厉害 而《穷查理宝典》这本书收集了查理芒格这些年来在各种演讲会上的内容 还有他对于人生的各种想法和建议 绝对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查理芒格在这本书中不断强调的一个观念 就是鼓励人们建立多元思维模型 简单来说 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只专注在单一的知识领域 应该主动的去学习更多不同的知识 书中不断出现的一句话 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手里拿着铁锤 那他看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一根钉子 这是西方一个很有意思的谚语 就是形容说如果一个人的手里只有一种工具的话 那他就会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依靠这个工具来解决的 查理芒格认为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思考方式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对于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感受 但随着出来社会经历了一些事情过后 才发现到这个观念其实真的非常有用 过去的我认为只要大学毕业后 学习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已经和我无关了 只要做好我的本业 不断加强我的专业能力 那自然就会得到升职加薪了吧 那人生大部分的问题应该就会迎刃而结了吧 但现实世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出来社会工作之后遇上了很多的问题 财务上的问题 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 工作上面的问题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等等的 走了很多冤枉路 也撞了很多墙 才赫然发现到过去学校所教的知识 其实远远不够拿来面对生活的 后来我发现通过阅读 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的答案 于是就一个头的栽进了书堆之中 阅读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书籍 当然我不敢说阅读可以百分之百解决掉你生活中所有的难题 但绝对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风景 比如说通过阅读投资理财的书籍 我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的钱 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投资 以及如何准备未来的财务规划等等的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大部分的收入都花在许多意义不大的施词品上面 而除了学习理财之外 我还读了很多自我成长的书籍 记得我第一本阅读的书叫做The Power of Habits 那是一本研究习惯的书 详细地解释了人们如何养成习惯的原理 那时候的我非常近期 竟然会有人那么认真的研究习惯这个主题 当时的我觉得这些内容都非常的新鲜有趣 然后就做了很多的笔记 照着书里面的建议一意地去实践 结果真的让我培养了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激发了我想要学习更多的动力 而我想说的是 过去的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花时间去学习额外的知识和技能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 直到我学会了某个知识 才发现到原来他们可以为我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改变 无论是理财 自我成长 还是写程式 都是一样的 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让周围的人来告诉自己应该学习什么 于是很自然地就习惯了这种态度 如果没有人告诉我要学这个的话 那我就不需要刻意地去学吧 反正学了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而真正就是少了这种主动的学习态度 让我们错过了很多原本对人生有帮助的事情 而在《穷查理宝典》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让我感到非常的有感触 它说其实可怕的并不是无知 而是对于无知的无知 如果我没有接触到理财知识的话 我可能现在还是会每天胡乱地花钱 也不会想到要为自己未来做出任何财务规划的 如果没有阅读那些自我成长的书籍的话 我可能现在还是混混饿饿地生活着 埋怨生活 抱怨工作 当然这个频道也不会出现的 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不知道些什么 除非我们主动地把它们给找出来 当然除了阅读之外 现在网上还有很多的资源 像是各种教学平台 大学线上的公开课 甚至是YouTube影片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 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应该学习什么 你就按照自己的好奇心去学习吧 无论是物理学 心理学 电脑程式 甚至是营养学等等的 而且有些时候 学习这些技能并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 比如说你可以在Udme这个教学平台上面 购买电脑程式的个程 然后在家里进行两到三个星期的上课时间 就可以掌握基本的写程式的能力了 学习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无味 反而过程是非常的有趣的 我会在影片下方列举一些学习网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里面寻宝看看 许多知识在你学习的当下 可能根本不知道可以用来干嘛 但请相信 他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给你带来惊喜的 还有查理芒格也在书中讲了一句话 我也非常的认同 他说如果你想要进步 就别在意别人觉得你很愚蠢 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是不可能开始学习的 大方承认自己的不懂 才是进步的开始 接着来到了第二个生活观念 勇敢挑战现状 别再犹豫不决 这个观念我是从Tim Ferriss那本 每周工作4小时所学到的 这本书打破了很多传统思维上面的盲点 也让独子了解到 在生活中很多我们原先以为 再也正常不过的社会标准 其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要懂得质疑 Tim Ferriss在书中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质疑传统社会对于退休的看法 相信有很多人 包括过去的我自己 也都认为退休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认为趁年轻的时候就是应该要牺牲时间 延迟个人计划 努力工作30到40年 然后到了65岁退休 才来享受生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Tim Ferriss就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等待呢? 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后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呢? 把人生最有活力的20到30年的时间 都牺牲在工作和赚钱上面 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年老后的退休生活 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身边不时都会听到一些退休的人 在家里休息了几个月之后 就觉得生活非常的无聊 然后就想要重新再找一份工作 甚至有些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辛苦努力的工作赚钱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再的延迟 以为退休过后就可以享乐环游世界了 但好不容易等到了退休 这个时候身体却出了状况 只能在病床上面度过老年的生活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等了一辈子的退休 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而对此Tim Ferriss就提出了 迷离退休这个概念 他建议说把那些想要做的事情 分配到一整个人生 而不是一再延迟到退休之后 如果你想要在退休过后写一本小说 完成自己少年时候的梦想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写呢? 如果你想要在退休过后环游世界的话 那为什么不趁现在身体有精力的时候 就去旅行呢? 而且如果你愿意上网做些功课的话 一次环游十个国家的旅游费用 比你想象中来的便宜 虽然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暂时无法出国 但你还是可以先开始一些计划的 未必要等到退休后才去做 多问自己一些这样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那些所谓标准化的框框 其实都是可以被打破的 你也会更愿意的去尝试不一样的选择 当然啦,除了退休之外 在生活中还会遇到很多不敢行动的情况 像是犹豫着要不要创业 不敢和喜欢的人告白 不敢和老板谈加薪 不敢上台演讲等等 做还是不做 是还是不是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不去行动的 因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担心自己会犯错 担心自己看起来会很纯 担心自己会陷入糟糕的状况等等的 但很多时候 只要你踏出了那一步 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了 你总会找到继续前进的方法的 你可以回想一下两年前 自己面对过的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 像是大学时期面对考试的压力 或是在工作上面老板要你硬着头皮去做的专案 当下的你可能会觉得仿佛是世界末日 但今天回过头来看 你很可能就只是一笑而知 那些压力和恐惧已经不再存在了 最重要的行动永远都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对此Tim Ferriss也在书中分享了几个有趣的练习 可以帮助你在犹豫的时候推自己一把 我自己也试过了这些方法 也觉得非常的有效 这里我简单的说明一下 第一个方法就是训练自己去凌视他人的眼睛 你每个星期尝试用两天的时间来进行这个练习 每当你和别人交谈的时候 尝试保持和对方的眼神接触 直到对方把眼睛移开 当然你也可以偶尔的眨一下眼睛 保持谈话交流 以免让对方觉得你怪怪的 我自己一开始进行这个练习的时候 真的会感到很不自在 眼睛常常会忍不住飘到其他地方去 但随着练习的次数的增加 我现在很少会避开别人的眼睛了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也能够更大方的进行眼神交流 我想这是一种可以帮助你在内心建立起自信心的练习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接着第二个练习 主动的提出建议 或者是主动的找出解决方法 你可以从小事情开始练习 像是同事问你今天午餐该吃什么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像品试那样随便吧 或者是你们决定吧之类的回答 你可以尝试主动的提出建议 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都可以稍微强迫一下自己 主动的找出解决方法 也可以参考Tim Ferriss在书中的一些话语 像是我能给一个建议吗 或者是不如我们试试看这个方法吧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再想其他的方法怎么样 这个练习可以加强你的主动性 虽然有时候你想到的方法未必是最好的 但没关系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克服自己的恐惧 培养主动面对问题的能力 随着练习的进步 你会发现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那到了第三个练习 主动的提出要求 这个方法也非常的有趣 Tim Ferriss建议读者 可以主动的跟陌生人索取一些东西 比如说在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 你可以主动的问问员工 可不可以给你一个指扣 或者你可以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或者是特别的日子等等的 当然啦 最后你可不可以拿到指扣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克服自己害怕遭到拒绝的恐惧 除了询问指扣之外 在生活中你也可以主动的和陌生人搭讪 尝试训练自己跟遇到的人做出微笑 然后打开话题 也许有时候你会遭到拒绝 或者是别人完全不想理你 你会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是认真的想一想 其实你并不会失去什么的 通过这些练习 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更愿意的去做出尝试 而在这里也想分享 Tim Ferriss在书中写的一番话 他说对于那些很重要的事情 所谓的完美时机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就如天上的星星 不可能同一时间都排成一条直线的 路上的红绿灯也不可能同时都转成绿灯 让你通畅无阻的 生活中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会顺从你的意愿的 各种环境条件也永远不可能会有完美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你会去做那件事情的话 那这个借口终将会把你的梦想给埋葬掉的 如果那件事情真的对你很重要的话 那现在就去做吧 然后一边做一边调整 不要把一切都留到最后 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接着来到了第三个生活观念 学会享受独处 我忘了在哪一本书中看过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很害怕跟自己独处 尤其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 无论是什么时候的我们 都总是保持在忙碌的状态 忙着工作 忙着开会 忙着刷手机 忙着追看连续剧 忙着准备晚餐等等的 我们都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 甚至都无法忍受一时的无聊 但是这种不停的资讯轰炸 很容易会陷入焦虑 担心还有各种负面的情绪 有时候甚至连自己也不懂 为什么会突然感到失落了起来 尝试每天空出一段时间 放下手机 放下书本 什么都不做 只是安静地待着 感受当下的环境 和观察自己的情绪 这种时候我自己通常会冥想 或者去屋外走走 看看周围的风景 或者是听一些情音乐 我发现每天为自己安排这种安静沉淀的时刻 可以有效地帮助你重整情绪 尤其是当生活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这种练习更是显得重要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细小美好的事情上面 看看窗外 树叶轻轻地晃动 几只小鸟在树上鸣叫 一群蚂蚁正在努力地搬着地上的饼干碎 还有喝下那杯咖啡 仔细地体会咖啡的香味在口中慢慢地散开 你单单留意到这些小小的细节 就可以带给你平静和快乐的情绪了 你也会变得更懂得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 感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提醒自己健康地活着 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了 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会忽略了情绪的这一块 这些负面的情绪一天一天地在心中累积 到了一个时间点就会爆发出来了 而那时候往往就太迟了 所以请每天给自己一些时间 冲洗掉内心那些负面的情绪 相信我 无聊也是可以很有趣的 除此之外 冥想练习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通过用第三者的身份来观察自己的情绪 你会发现到自己能够选择放下或者是参与 我之前也分享过关于冥想练习的影片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影片上面看看 那在这里也想要推荐大家一部日本电影 叫做小森林 电影拍得很疗愈 乡下简单生活的场景 还有大自然的美好画面 看完后会让人感到莫名的放松和愉快 如果你最近压力很大或者是心情不好的话 强力推荐你看看这部影片 绝对会为你带来正面的帮助的 那么在影片的最后也想告知大家 思维咖啡读书会的网页版本已经成功上线了 这段时间了解到很多朋友想要支持这个读书会 但却因为没有在用微信平台所以无法加入 所以经过了一番努力 读书会的网页版本终于顺利上线了 读书会网页版的内容和微信版本是一样的 每个星期都会更新两期读书音频和思维导图 在未来的一年和你一起阅读100本书 包括了金融经济、自我成长、哲学 还有心理学等等各种领域的书籍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右上角的链接 加入网页版的读书会 而微信版本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加入 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到影片下方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随时联络平台的客服资讯 最后也再次感谢大家 对于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带给大家 一些小小的生活启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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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